欢迎收看解锁人生大小事 大家好我是直安 那在这两年当中呢 这个投资理财几乎已经成为了全民运动 尤其提到这个投资呢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说 哎就是巴菲特 因为巴菲特他的这个投资理念是最多人所推崇的 那或许你会想 那我不仅想要跟着他的投资理念 我有没有办法直接跟着巴菲特来赚钱呢 来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们今天超级大来宾 欢迎一下华生 大家好我是华生 对华生是我们理财周刊的专业的一个财经研究员 那他自己本身也对于就是投资理财这一块也研究相当深 所以我想就直接请教一下华生 在你眼中巴菲特是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呢 巴菲特大家都知道他是股神 那我们就看他的波克项海森威的报酬就好了 就是说他从27年来 他的这个累积的报酬有1400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年化的报酬率有高达12% 所以说他的这个波克项海森威的报酬这么高 然后加上他其实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的选股能力 那他选股能力包含了像是 市场有谣传说 谣传 对谣传 还有确认就是 巴菲特有可能会就是去减持他的苹果持股 但是回顾他这个苹果的这个操作 我觉得也是神之操作 怎么说 是的我们从月线上来看 就是最近大概是200块左右 但是他的平均价格 他一路买下来的平均价格 只有在39.62 他的账上已经高达了 就是1700多亿美金 是美金 所以就是可以很明显看说 他在这一波就是苹果 他到底赚了多少钱 还有他的选股能力有多厉害 其实我觉得巴菲特 我不只希望他是神 我好希望他是我爷爷 巴菲特这么厉害赚这么多 是是 好那我们就直接再问 那巴菲特就像我刚刚前面讲了 因为他的一个投资理念 他真的很厉害 那所以在你眼中你觉得说 你最有印象 或说你自己本身最欣赏 他这个投资理念有哪一些 我觉得 虽然我们不能成为顾神 然后他也不是我的爷爷 但实际上我们的确是可以从他的一些操作 去学习他的投资理念 然后用在自己的投资上 包含的像是我觉得价值投资这件事 我觉得价值投资 其实他的本质也是一个做价差 那当然投资人都非常清楚就是做价杀怎么做 但是巴菲特他会选择就是当公司的股价 低于他本身的价值的时候去做买进 然后并长期的去做持有 跟着这间公司长期的成长 那第二个则是说我们刚刚说他选股能力很厉害嘛 还没有红的时候他就已经向中他了 所以我觉得他的选股能力真的很厉害 那他的能力厉害则是可以看到就是所谓的 护城河的这个概念 就是他在挑选这些企业的时候他都会看这间企业 是不是有具有很深的护城河 那护城河其实古时候打仗的时候就是用来去防御敌人的嘛 那我们也可以说其实商场 就跟战场一样 所以企业为了防止竞争对手超越 那他可能会用所谓的品牌啊 或者是专利 然后去让竞争对手去难以打败他 去学习或超越 然后在那个产业当中他也扮演一个龙头的角色 那既然是龙头 他就具有定价权 那我们去投资这些企业 其实长期也可以跟着这些企业一起成长 那再来的话主要他还有一个所谓滚雪球的理论 对对对 滚雪球理论其实就是 有点像是长期投资的概念啦 因为每个人的本都不多 我觉得小资组还是占大宗吧 可能滚都滚不动 等不够多就只能在地上滚来滚去的 薪水也不高 那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其实巴菲特就建议投资人 就是可以选择一个长时间 并且要选择一个正确的赛道 然后去让自己的资产 就是那个雪球可以越滚越大 对 如果他这些理念来讲 其实我个人我觉得都还蛮好的 可是问题是说 当你要投资一个所谓公司价值的时候 问题是不要讲过小资组 连我们上班 其实真的每天都很忙 你知道吗 好像我们在抱怨老板给我们下班工作量很大的那种概念 没有啦 主要是因为说我们真的可能没有这么多的专业 或没有这么多时间 我们可以来研究这一块 那我们又该如何可以跟巴菲特学习呢 其实 就连我可能平常有在看盘 或者是有做很多研究 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完全知道这个市场的一些生态 因为真的讯息太多了 然后有些知识真的 可能穷尽一生也都学习不完 所以其实巴菲特也有提到就是如果小资组真的没有那些相对应的时间跟背景知识的话 其实可以选择像ETF这样的商品 因为ETF他就是 被动式的投资 然后去跟着指数去做成长 那他之前有一个十年制度 不知道子安知不知道 十年制度 然后去做比较他的绩效怎么样 那后来的结果 当然是我们的股神赢 他用这个ETF就单纯去追踪这个大盘的这个指数 就是赢过了这些主动型基金的 操盘的人的能力这样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解读 巴菲特其实也在告诉小资组件事 就是如果你没有相对的知识跟时间 其实也可以透过ETF来做一些投资 是 那既然来讲的话 巴菲特他对于ETF他也按赞 那我很好奇的是 那在台湾来讲的话 如果说我们这些小资组或商班组 我也想要跟随的巴菲特脚步 去投资ETF这块 那目前市场上有没有哪些ETF 是跟巴菲特是有关联的 是 因为毕竟巴菲特他按赞ETF 那如果我们又在台股的200多档的ETF当中 去找到他的选股逻辑跟巴菲特有点关系的 那这样是不是又有加成的效果 对 那我看了这个市场上就有发现有三档 包含了 原大台湾价值高席 还有这个富华的日本龙头 以及这个赵峰龙头等权重的这三档ETF 那问题是这三档来讲的话 他有什么特色 或者说有什么地方是 民众他该特别去留意的地方 是 因为毕竟我们这一集的前面就是在讲巴菲特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三档的ETF 他跟巴菲特有什么关系好了 那先看到就是 之前很红的这个00940 他刚上市的时候就有1700多亿的一个规模 这样他跟巴菲特有关的 就是因为说他的采用的选股方式他是用这个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的指标 然后他会纳入这个现金流并且去做持有这样 那另外来讲还有00921这一档 是 那还有00921这一档赵峰龙头等权重 我觉得他是市场上还蛮独特的 那就是 他透过这个等权重的投资方式 动态去调整 在持有的每一个产业的权重 那他是一个分散的效果 这样一来就是可以说他可能存股可以更健康 就是每一个产业他都可以 吃到一些红利 那另外的话就是他跟巴菲特相似的地方就是他类似巴菲特的价值投资 那他透过动态的调整比例 达到等权重的目标这样 那因为00940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有介绍过 所以如果说民众对于说 这一档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我们之前节目 那关于00921因为他的张数比较少 所以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可能流动的一个风险 当然你投资之前自己都要谨慎评估 那我比较好奇是00949 因为今年才刚上市嘛 那再来因为他的投资标的 据我所知也都在日本 对我们来讲有点遥远 所以这部分我就想要再多问一下说 那00949那他又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0949他是台湾首档就是纳入这个巴菲特 固承河优势的这个理念 然后去选择持股的一个ETF 然后刚刚像子安有提到就是他投资的是日本市场 所以我觉得他既然有巴菲特的一个投资理念 加上他又投资日本市场 还包含了巴菲特钟爱的五大商社 所以我觉得就是跟刚刚那几个比起来说 他可能在投资日本这一块 或者是说他可能在跟巴菲特的这一块 更加的跟巴菲特有点关系 这样 那这个949特色其实还蛮多的 我觉得他刚上市的时候就有83亿的规模 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 他在海外市场的ETF来说算是 规模还蛮大的 就刚上市就80多亿左右 那另外的话我觉得他有几个特色 包含了像是刚刚有提到他投资五大商社 然后第2个特色就是他 刚刚提到就是他的那个选股的指数 他其实是融合巴菲特护城河优势 他就是去找说每一个产业的龙头 总共有四个主题 这四个主题当中的一些龙头企业 然后去做持有 然后并且他会去留意 就是这些企业 他必须可能做的是全球的生意 而不是只是做日本的生意 那既然做的是全球的生意 其实就是代表说他们的企业真的够大 就规模够大就对了 所以他成分股包括了有哪一些呢 其实我在看一般ETF的时候 当然那个选股逻辑很重要 但我其实也会看他的成分股 因为我觉得成分股是 可以最直接影响到这一支 ETF走势的一个内容 那我就去看他的成分股 就有发现说 其实我们常常说 美股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什么星巴克 麦当劳 对 我现在才发现 原来日本的企业 跟我们生活也是息息相关 像是很多年轻人 或者是我自己也有在玩的什么Switch 那他的公司任天堂 然后还有可能大家都会开的 这个Toyota 对他的公司丰田 那还有像是百货公司 很常见的UNIQLO GU 等这些公司 其实都在这个富华日本龙头的成分股里面 这样 所以换言之来讲的话 这一档 是不是有点类似像台湾的0050那种概念 因为0050很多都是我们的龙头产业 那等于说00949他这一档 他有很多成分股也是都是他们的产业龙头 对 但是0050投资的是台湾 这个949他投资的就是日本 日本 那好 除了想到这边来讲 很多人对于00949 你可能也有心动了 可是问题是 如果大家每天都来观察新闻就知道 因为7月份台股上下震荡 真的很像大陆省 有没有 可是我觉得他很厉害一点 厉害再来就是说 我记得前几天我们台股再跌的时候 日股还在涨 所以我现在很多人想说日股这么厉害 那问题是我这时候进去日股的话 他会不会是在高点呢 会不会有这样的风险 的确 因为其实从 比如说像日经指数 或者是日本东正指数来看的话 他们近期也都是创了新高 那个新高真的是 看那个限图真的会有点让人害怕 可能问题他就看回不回啊 是是是 对的确 我们其实股票看的都是未来嘛 因为股票市场其实反映的都是未来 对 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会看说他的未来有哪些前景了 就我来看其实他有很多不管是像是政策面的 或者是巴菲特也暗赞 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巴菲特 他投资五大商社 他的潜在获利有高达了2546亿 而且重点是他在股东会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他投资日本五大商社的原因 并且他说他会长期的去做持有 很显然就是说他没有获利了结 那个最大金主都还在车上 是是是是 那除了这之外来讲的话 他还有哪些前景也是可以让我们民众做参考的呢 是 其实政府的支持我觉得在这一波就是日本的股市上涨也还蛮重要的 包含像是东京证交所他在去年时候开始要求这些上市公司 去正视自己的 PB值 也就是股价净值 对对对 那要让PB值去做提高的方式就包含了像是可能去做一些库长股的回购 或者是说可能我们发的股力可以变多 那这些其实这两个操作都有机会让股价有所波动 也就是让这些上市公司都开始去正视这些股东的价值 对对对 那第三个部分则是说我觉得日本的整个整体的经济环境有点不一样 对 那除了就是大家非常爱去日本玩之外 其实他们整个的 经济环境真的有明显的不同 包含像是他们近期不断升息 对对他们结束了十几年来的这个负利率政策 是然后他们也迎来了一些通膨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美国一直在压通膨 日本却非常想要升息跟通膨 因为会通膨就代表他们景气算是有慢慢在升温 是 然后还有像是他们近期这个春斗结束 那个企业调薪的幅度是近十几年来的新高 所以这些其实都在在显示出 可能日本 经济有望从过去失落30年 迎来接下来的黄金时代 起飞了30年就不一定对不对 对对对 是的 那除了这个来讲的话 我相信很多讲说 那好啦 既然市场这么好 那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再分析一下 那日股他还有多少肉呢 日股还有多少肉 我觉得 我可以参考这些法人的意见 其实我们常常也是可以跟一些法人去做交流 我们就有发现说其实这些法人 他们对日本的市场其实也算是看正向的 因为其实像 富华日本龙头出来之后 其实也有其他的相关的 新的日本的ETF 去相继的去做推出 他们就是都看好这个日本 不管是政策面 经济面 还有像是巴菲特 这些的利多 都不断的再去让这个日本的股市 有机会去长期有一个正向的回报 这样 另外以上除了ETF外 做积极性的投资人 也可参考 近期也相当热门的 日本期货相关商品 像是大阪 为日金 225指数 期货 大阪 小日金 等产品 这个商品蛮有趣的 有机会可以再来跟大家讨论 基本上只要能赚钱 我们 一张内容 最主要是针对 巴菲特 他不论他的价值投资 或者说 他到底怎么投资 五大商 更重要的是他投资 日本这一块 他为什么有办法赚这么多钱 这一档00949呢 是华生给大家的分析 当然你对于说今天以上的节目内容 或说00949有任何的疑问或想法的话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再邀请华生来参加我们节目 今天也谢谢华生 最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节目 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